这一条是Diameter,所以刷到这一条直角 接着他就说CD是Auditive Auditive就是这一条直角 这种我们在图书或课上都一定做过 那应该怎样说的? 就是这两个triangle是simular 为什么simular这两个triangle 第一,Ware angle 第二,Cumular angle 好了,这个firm了 就是叫做ABC simular to 这个叫做AC dot 好了,但你留意,你不一定要拿这一个 你可以拿 拿哪里呢? 拿这个都可以 可以 可以 橙色和绿色simular都可以 Ware angle Ware angle Cumular angle 所以,除了蓝色和绿色的pare之外 就是ABC和Cumular 那最终 A相似B A相似C 就是说这两个会是simular 自己 这个不用问的 所以就会有三个simular 相似Cumular 出来了 好,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part A 搞定 了 part A 放在一边先 放在这里 好了,接着 part point 他就说现在有一个 AVA ratio给你 1比3 1比3 跟着呢 就是这个1 这个3 跟着呢 就叫他找哪个角呢 就叫他找这个角 好 那我们用回simular 当然就是 因为这两个trianglesimular 这两个trianglesimular 是什么玩的 你看看对应边 这两个triangle 都是直到三个人来的 他们那个对应边 就是这两条斜边 那既然 AVA ratio是1比3 这个1这个3 那就是说 我们可以写到什么呢 就是 AC 除BC的二次 就是1over3 所以AC除BC 就是1over3 好 看着这个直角三个人 如果你反过来想 反过来想 反过来想 把这个上下分子分母 反过来 那就会出到什么呢 就是 BC除AC 就是开方三 那为什么要这样反过来呢 因为现在呢 你介绍这个角 这个角 这个角 OA 看不到 他的opposet Jason 这个就是OA 所以 既然这两个相随 是开方三 那我们就会发生一件事了 就是 tangent bac 就是开方三 所以bac 按回 tangent 开方三 就会计算到 60度角 60度 那我搞定 拍A 了 抱歉 不是拍A 拍B1 搞定了 接着去到B2 他就问 现在的area 是81Pi 是81Pi Area 是81Pi 那第一样东西 就很自然 就会计算 radius 这边 就会计算 拼在一边 那 radius 是怎么计算呢 就是Pi R 2次 等于81Pi 就是R 是9 好 那然后怎么计 AC 和DC 其实又是用回 我们经常用的招 好 刷一刷 你这只计算是60度 这里是没有的 刷到一个中心 终于中心 你看看 这只角 是来自这条area 这条area 同时会对去这只 就是这只120度 是吧 an goal 就是center 所以an goal 所以我们计算到BC BC 就是等于 2πR乘120度除360度 好,计算了 所以就是计算到6π 6π 那AC一样,ACD就是多少度,这边就是60度 Adjacent Angle 所以AC就是2πR乘60度 over360度 就是3π 好,完成了